我不可能说给就给 我不可能说给就给他了 家人吗 我真的不会 我真的舍不得 为什么前一段时间又跟阿宾跑 不是这个清零 你可能没有前面一直关注我的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跟阿宾跑出来的吗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来咱家人吗 你们有没有人全部知道的来 我当时六月六号早上 家人吗 我六月六号早上 是怎么带着小宝跟阿宾跑出来的 你们知道的来 打个知道给我看一下 你们不知道的来 打个不知道给我看一下 好不好家人吗 你们知道的打个知道 不知道的打两个不知道 对你们都知道的是吧 还有人不知道的吗 来你们哪些人是不知道的 还有人不知道的吗 知道现在又说分手了 你问我当时为什么 你问我现在跟阿宾分手的话 当初为什么跟小宝 为什么跟阿宾出来的意思吗 我家人吗 你们也 你们知道 我为什么跑出来的原因 就是你们全部都知道 是不是 我为什么跟他跑出来的原因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我这里太吵了 我我去让你跟你们说一下吧 家人吗 我当时 我我本来是带着我小宝 自己生活的 对不对 家人吗 知道 全部都知道 对不对 我当时是 我当时是为了小宝考虑 我当时为我小宝考虑 然后呢 啊 我就带着我小宝 我把我一个人怀着小宝 我自己偷偷一个人生活的 后面我小宝生了之后 两个多月三个月的时候 我说我一定要让小宝 我一定要让阿宾知道 有小宝的存在 然后我觉得我也应该给小宝 一个爸爸或者是怎么样 我才带着我小宝 进山去找阿宾的 然后我进山去找的时候 阿宾他 阿宾他不认识我们两个家人吗 对不对 你们也看到了对不对 阿宾他不认识我们两个 然后在中间 他一次又一次的 我们准备去什么 相关部门去 看一下到底小宝是不是他的 对不对家人吗 我准备去 我准备去相关部门那里去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他的 结果我三番五次的 我那个米 对不对家人吗 我那个米是不是一次又一次的 被他拿走对不对家人吗 然后之后我心 你们每个人都说不能跟他在一起什么的 叫我放弃 叫我一个人还是带着小宝生活要好 所以当时我就听了你们的话 然后我的表哥对不对家人吗 是我表哥站出来帮我解决了对吗家人吗 是我表哥站出来帮我解决了啊 解决了的时候呢 解决了之后家人吗 我是 我我给你们看过视频对不对 我还跑到外面去帮他解决了 让我表哥解决了去找他的 他跑到外面三姐那里去了家人吗 对不对 然后我表哥 我们两个带着小宝去解决好了事情之后 我就回来生活 我回来生活的时候呢 我就已经想开了 我觉得我一个人带着小宝生活 我不 我不 我不顾他什么的 然后我在家里面 我要带着小宝来叔叔这里 我生活的好好的 可是突然有一天 阿斌他又跑回来了 对不对家人吗 阿斌他又跑回来说他想错了 说他之前对我所做的一切 他叫我原谅他 他来请求我 他来求得我的原谅 可是家人吗 你们说当时那样子 你们觉得我还会原谅他吗 我带着小宝 我带着小宝他 去找他的时候 我跟小宝大晚上的没地方睡觉 对不对家人吗 他不让我们进门 来家人吗 我说这些的时候讲一家人吗 把那三个字打出来好不好 把那三个字打在公屏上好不好 家人吗 把那三个字打在公屏上 然后 我跟小宝没地方睡 叫他收留我们两个 他没有收留 我跟小宝 还把小宝的背带 直接丢到外面去了 对不对家人吗 他没有看过小宝 他不关心小宝 然后他又把小宝的背带 直接就丢到外面去了 然后直接从他家院子 那里就把我赶 赶出来了 对不对家人吗 他从他家院子就把我赶出来了 然后把小宝的背带 直接丢到外面去了 然后丢到地上 是我求的他原谅 叫我说大晚上的 我带着小宝 那个时候小宝才三个月不到 然后我说那么晚了 还在山里面 我带着小宝 没地方可去 叫他让我们两个住在那里 一个晚上 他还是不干嘛 他说不关他的事 让我带着小宝 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然后我 没办法了 我又带着小宝走了 我带着小宝走了之后呢 我又去隔壁阿姨 那里借住了一个晚上 然后后面 然后后面他把 然后后面的话 他把我们所有的事情 他跟他小宝讲了 对不对 他那个小宝也是不好说话的 家人们 对不对 他那个小宝 跟着他一起来找我 然后 小宝我们两个在外面的 结果他小宝找到我们两个时候 就又把我跟小宝赶走了 没办法的时候 我带着小宝去镇上住着 没办法的时候 我带着小宝去镇上 然后我跟小宝在那里 菜市场那里卖菜 对不对 家人们 在菜市场 菜市场那里卖菜 然后 几天了 几天了 我的小宝那几天 风吹日晒的 就生病了 生病了没办法 我再带小宝回去找他 我说小宝生病了 然后我一个人 带在外面卖菜 风吹日晒的 不好 我说我带小宝回来住一下 怎么的 他把钥匙藏起来了 他不让我们回去的 所以这样子之后我就想通了 我想通了之后呢 我就说 我想开了 我不为小宝考虑了 我也不为小宝找爸爸了 我一个人可以带好小宝 这样子 我就带着我小宝到叔叔家生活了之后 他又来找我了 家人们 他又来找我 求的 求的我的原谅 他说 他说他想错了 他现在后悔了 他说一开始是他的错 怎么的 然后刚刚有一个哥哥 他问我 为什么跟阿兵跑出来之后 现在又说分手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跟阿兵跑出来的前提 就是说 就因为我每次事情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叔叔 我是带着我小宝 在我叔叔家的 然后我叔叔看着我可怜 谢谢宋的爱心 谢谢 然后我叔叔看着我可怜 然后就 叔叔就私自帮我决定了 一个相亲对象 叔叔就私自帮我找了一个相亲老公 当时我不同意的家人们 但是叔叔他说 不同意也得同意 叔叔把那个对象 叔叔把那个对象的米都收了 然后就是时间 就是定在6月6号的家人们 我结婚的日子 就是我嫁到对象家里面去的日子是 我带着我小宝家人们 我带着我小宝去对象家里面生活的日子是6月6号 来咱家人们 有没有多少人知道的 来 你们知道的 来在公民上打个知道给我看一下 好不好 家人们你们知道的 来在公民上打个知道给我看一下 当时我们有找叔叔 我们也找他们商量过 说是退婚 退掉这个亲 我说我不去嫁给那个男人对象 我说退掉 他们家不愿意退 对的 你们全部都知道 对吧 全部都知道 然后结果 他们家反而不愿意退 反而日子 反而日子就定在 我带着小宝去他家生活的日子 就定在6月6号 对不对 家什么 6月6号定在那里了 然后我是 6月6号 我是4号 我是4号还是5号 我是3号 我是3号 4号去找的阿兵 对不对 家人们 我是3号 4号 带着小宝 偷偷跑去找阿兵的 对不对 家人们 我说 6号我就要嫁过去了 带着小宝 我说时间来不及了 叫阿兵带我走 叫阿兵为了小宝考虑 把我跟小宝带出山 带出去的话 带出去的话 你们就 我就好过了 小宝也好过了 对不对 可是阿兵当时犹豫了 家人们 你们看到了没有 你们也看到了 对不对 阿兵当时犹豫了 然后我还在担心着 我一路上坐车 找阿兵 阿兵家里面去 我怕叔叔 也跟着来 结果我到那里 没有多久 叔叔就跟着来 又被叔叔他们带回去了 对不对 家人们 结果让我没有想到 当时我已经绝望了的 真的 我以为是6月6号 我就嫁过去了 可是家人们 对吧 6月6号早上 6号早上 阿兵可能是凌晨就过来了 然后6号早上 天还没有亮 阿兵就 叫我准备好 他要带我小宝 我们两个走 然后我就特别高兴的 家人们 你们知道吗 不管我跟阿兵 在不在一起 只要不让我嫁给对象 那个人 只要我努力成功跑出来了 我就高兴 那天阿兵就来找我了 然后我就带着我小宝 直接就跟阿兵 跑出来的 家人们 我跟阿兵跑出来的原因 不是说我跟阿兵分不开 不是说我喜欢阿兵 阿兵也喜欢我 不是这样的 家人们 阿兵他说 让我原谅他 他要跟我小宝 我们一起生活 但是我不会接受他了 的家人们 从我被他伤害了之后 从我带着小宝去找他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之后 我都想进 我都想通了 我不会再原谅他 直到我对象这个事情出现 直到我对象的出现 我才没办法的情况下 带着小宝跟他跑出来的 家人们 而不是说 我还跟阿兵 藕断丝连 我还跟阿兵相爱着 才会跟阿兵跑出来的 不是这样的 家人们 对于阿兵 我是没有感情的 对于阿兵的感情 是只有小宝的亲情存在 家人们 被伤害了 就不要跟他跑呀 可是清零 我不跟他跑的话 那我又不喜欢我这个对象 我不跟阿兵跑的话 我就带着我小宝去 嫁给他了 家人们 对吧 那这样子的话 我与其嫁给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 我又不认识他的 我跟他都说不到 十句话的一个对象 我这样子带着我小宝 去嫁给他的话 那我为什么还不跟阿兵跑呢 对不对 如果我带着我小宝 投票成功的话 那我以后还好办一点 对不对 没有感情 为什么是 家人们 可能你们的婚姻是幸福的 可能你们谈朋友 交朋友的中间是过程 是幸福的 可能你们没有遇到各种各样的情话变化的 我的话就是这样的 一开始我跟阿兵的感情也是很好的 家人们 一开始我跟阿兵的感情也是很好的 只是后面 时间长了 日子久了 一切的一切变了 人心也变了 什么都变了 什么都出来了 什么都是出来了 所以呢 一开始的感情是好的 可是后面 可是后面的日子就变了 所以才导致了这个结果的 并不是说 你相爱的两个人 从开头相爱到最后的 对不对 家人们 为了钱什么都做出来的一个女人 你不是简单的女人 这个花 这个花花 你应该是个女人 你应该是个女人 你没有必要这样子说我 我为了钱 我为了什么钱呢 我也没有得到钱呀 对不对家人们 不是我不知道今天我直播间 怎么有那么多黑粉呢 家人们 来咱家人们 我不知道今天我直播间 怎么有那么多黑粉 我是女人 我没有做过确定的事情 你是女人 我希望你一辈子都遇到一个好男人 如果说你的命运跟我一样的话 你遇到一个不好的人的话 都是那个时候你就应该明白我今天的这种处境了 我看直播我也是跟你们聊天 我并没有做什么呀对不对 如果你们不喜欢我 如果你们不愿意看我的话 你们不要看我对不对 你们不看我就可以了 你们直接滑走就可以了 我的黑粉吗 黑妹你要努力去对付 好的家人们 好的谢谢 我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 如果说你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不要看 你可以滑走 还有那个花 还有那个花花叫花花的女人 我希望你一辈子的感情 我希望你一生 我希望你生命中的婚姻是幸福的健康 就是幸福的开开心心的 恩恩爱爱的 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出现像我这样的事情 如果你真的 如果你以后的事情也跟我一样的话 也许你今天就不会说这样 如果你以后的事情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你可能会对今天所说的话会后悔 如果我真的 我真的 其实我心里面也是这样子想的 你今天说我 花花那个女的 那个女人 就是那个女孩子 你名字叫花花 你应该是女孩子 我现在也是这样想的 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你 我也希望让你也去遇到这么一个男人 就是刚刚那个花花 我也希望你自己也遇到像我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希望你去遇见这么一样的一个男人 遇到了之后 让你也去感受一下我所经历的事情 你这女人对自己太冲动了 对的对的 我真的很冲动 我真的 我急性子的一个我很急的一个人 有我们在后面 你要努力对好此事你就会好起来 不要理黑粉 不说了 不要生气 好的家人吗 好的 你们所有在我直播间哪些是我一开始 关注我 陪伴我到现在的 一开始哪些是哪些的 我真的 我都知道的 家人吗 然后莫名其妙的 一出进我 一出到我 一出现我直播间的那些 说这样那样的那些人 我就真的 他们平时都没有陪伴过我 也不知道我的事情 一来不来 进我直播间这样子说我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痛 不是黑粉害你 人家说了 也是为你好 你跟我不了解 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吗 谢谢 谢谢欧阳 谢谢欧阳 点亮粉丝灯牌 谢谢 不要管别人怎么说 自己事情自己做主 好家人吗 好的好的 好的 我今天爸爸回去解决问题了 家人吗 感谢我欧阳 谢谢我欧阳 加入粉丝灯牌 谢谢欧阳 谢谢 谢谢欧阳 旁观者清 好的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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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加入粉丝团 谢谢家人吗 谢谢家人吗 加入粉丝团 谢谢 所以都是为了你好才这么说的 你不要把人家这么对你说 好的家人吗 好 那我知道了 那我不说了 那我不说了 好不好 好好好 好 那家人吗 不好意思了 不好意思 我理解错了 我理解错了 好的 好的 我理解错了 好的好的 感谢家人吗 谢谢家人吗 的点粉丝灯牌 谢谢家人吗 点亮粉丝灯牌 谢谢 为你爸爸点赞 真的 真的 爸爸对我超级好 为了孩子 加油 好的 家人吗 我爸爸 我爸爸现在就是 我爸爸现在就是 我不知道 他现在应该回家了 他现在应该到家了 我只希望你这些不是剧情 好的好的好的 我刚刚对你误会了 好不好 谢谢谢谢 我看你还没有关注 如果你喜欢黑妹的话 你就给黑妹点个关注 好不好 你跟爸爸妈妈住 不要跟叔叔说欠人情 不好讲 对的对的 家人吗 所以说我 你们刚刚都说我 我刚刚说我最后 把我对象的事情解决了之后 我还会去见一次叔叔 因为叔叔他 因为是叔叔收留了我 一开始是叔叔帮助了我的 所以我不能做人 就是要做一个有良心的 所以我说我还要去见他一次的 然后呢 也跟你们讲了 现在我爸爸妈妈也回来了的话 以后我就 要么就是跟爸爸妈妈一起生活 要么就是我自己带着小宝生活的 是我的叔叔家人吗 到了这个时候 一定放放大眼睛 找一个对自己好的 好好 谈辈的 家人吗 我爷爷的 我爷爷跟他爸爸 我爷爷跟他爸爸 是两兄弟的 我爷爷是小的 就是我叔叔的 这个爸爸是大的 家人吗 我不知道怎么说了 反正就是糖 不是亲的 就是那个 不是一个爸爸的那种 不是一个是他的爸爸 跟我爷爷是两兄弟的那种 大家都希望你过得好 不希望你过得这么苦 家人吗 明天以后我就过得好了 家人吗 你们不要担心我了 好不好 遇到困难 想想找父母 唐叔 对对对对对对的 希望你过得 家人吗 今天我爸爸 爸爸今天 我爸爸现在到家了 应该是应该七点了 七点了的话 他应该到家了 然后 明天 明天爸爸帮我解决了 以后呢 就我的所有事情 我都解决好了之后 我就不想其他的了 明天以后 我就带着我小宝生活 我就过得好了 家人吗 我幸福开心 我开心快乐就可以了 小宝现在还小 需要输入 需要入米的地方很多 你有多大的能耐 家人吗 这个的话呢 我带着可以带着小宝去卖一点菜 去集市上卖一点货 卖一点东西的 好 好的 好的 家人吗 我现在没有输入吗 我现在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但是呢 我事情解决了之后 我就可以在我们镇上 我事情解决好了 以后呢 我就可以在我们镇上 带着小宝 在那里住着 然后可以卖一点菜了 家人吗 做什么都要经过爸爸妈妈 商量好的 家人吗 我以后 现在吗 曾经的话真的 年轻的时候 单身的时候 一个人的时候 真的是什么事情都不懂的 不为父母考虑 父母说的话 不会去听一句 父母说的话 老是去生气 老是去反对的 直到我现在 身为人母 直到我现在 直到我现在 家人吗 直到我现在有了我小宝 直到现在我有了我小宝 我才 我才明白了父母的不容易 我才明白了父母 之前对我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为了自己好 都是为了我自己 我好 小宝整天背在身上干活 孩子很受罪 对的 哦 对了 你说的这个点了 就是最近嘛 天气又热对不对 最近天气又热 然后的话我把小宝 我把小宝背着 然后 我把小宝背着 然后又 穿着那个尿布湿嘛 然后捂住了 就是太热了 捂住了 就已经是起疹子了 已经成 起疹子了 就已经 就被他抓 又又抓 这里又起疹子的 很红 很红的 黑妹怎么安排的 就是 明后天的话 我可能就回家了 姐姐 爸爸今天回去了 爸爸今天回去了 就晚上到家 这个时候七点了 爸爸应该到家了 然后明天的话 爸爸早上去找叔叔 明天爸爸一大早去赶车 然后去找叔叔 因为叔叔跟我退亲 爸爸回去退了 现在还没有解决好 还没有说好 可能最快就是明天 最慢就是后天了 最快就是明天 最慢就是后天 然后解决好了之后呢 我要不然就是带着小宝 跟家人生活 要不然就是我自己带着小宝 在镇上租一个房子 找一个有钱的来嫁 找不到了 单身的时候 我单身的时候 都没有遇到一个好的 那我现在带着小宝 有孩子了之后呢 更不可能了 家人吗 更不可能了 不要着急啊 父子 我先去找个小宝 我先去找个小宝 我先去找个小宝